厄泰华有居民针对市府负励推动在门前 属于市政府所有的土地上 自由施展玄艺才能美化城市 庞希伦的报道 Andrew是厄泰华新外丁堡的居民 五年前他开始在家门口 运行到同马路中间 归市府所有的小草坪上 种植番茄、香料和小错菊 但去年夏天有人向市府举报 Andrew因违反负例被市府要求移除花园 Andrew心有不甘 在路边花园中插牌请愿 征详伦理意见 希望保留自己的花园之余 推动社区其他居民自由发挥园艺 更有效利用家门口的市府小草坪 请愿书几个星期就收集了180个签名 这种路边花园 在全国包括温哥华和哈利法斯等多个城市 都已经推行甚至成为观光点 未发社区之余也对环境更有益